在茫茫的大海之中,总是存在这样或者那一样未知的物质,十二瓶颈无波,十二大风大浪,在这种广袤的空间中,存在着许许多多的变化无穷的现象,更有许许多多的未知数。 在海洋的最深处,更有许多我们人类未曾采知的神秘生物,当科学家们深入海洋进行探索的时候,就发现了存在一些非常神秘的深海捕食者,比如,毒蛇鱼,这就是一种极其凶猛,且恐怖的深海生物,一般生活在深度80到1600米左右海域中,甚至有一些人将这种生物称之外跟食人鱼一样的生物, 它们有着非常尖锐的长崖,在深海中可谓是非常霸道的,这种生物不断地疯狂捕食,甚至那些体型远远超过它们的生物,也会成为这种生物的口中之石。 如果对这种生物进行了解的话,我们可以发现,这种生物其实是在全球的一些热带以及过大海域中,都会存在的深海生物。 科学家指出,这种生物的牙齿是非常长的,而且是生出来的,这种生物有着非常强烈的掠夺性。 事实上,这种生物并非完全生活在深海区域中的。 科学家们在对这种生物进行追踪观察之后,发现它们在夜间时,会有的比较浅的海域,并且在非常丰富的海洋生物中寻找猎猎对象。 因为这些浅海地区有着更为丰富的海洋生物,为了能够有效地捕捉狩猎目标,这种生物身体上存在一种可以发光的组织。 也正是利用这种发光的特点,去引用那些捕猎对象,但其他的海洋生物,因为这种散发出来的光芒,而被吸引过来的时候,这种生物就凭借着非常大的嘴巴,将捕猎对象吞噬。 在研究者对这种生物的胃部展开探索发现的时候,就发现这种生物之所以可以吞噬那些体型比其大很多的生物种类,因为这种生物的胃部非常的大,而且其胃部有着极强的弹性,因为它们的胃可以有弹性的增大或者收缩,因此让其可以吞下与其大小相等。 或者是比其大很多的猎物,说起鱼类,除了那些比较大型的海洋鱼类,或许在我们很多人的印象中,大家都会想起那些非常小巧可爱的生物,但是这种毒蛇鱼虽然体型非常小,但是它们却异常恐怖,这种鱼类属于生海生猪的一种非常凶猛的生物,长长的尖牙和非常大的嘴巴,牙齿过长,无法将牙齿完全放到口中, 在捕猎对象的时候,它们能够以非常快速的游向猎物,用长长的牙齿钉向那些捕猎对象,这种看上去非常可怕的鹿齿怪物,其实也是整个世界上最深处的生物捕猎者,它们在深海的黑暗中不断的游动,犹如慢于一般,凭借着非常锋利的牙齿和嘴巴,让其成为深海中最恐怖的捕猎者。 这种生物是由嘴巴和脚链组成的,一旦有海洋生物被它们咬到的话,没有办法再逃脱,因为在挣扎的过程中,只会让它们咬得越来越紧。 不仅如此,这种生物因为长时间栖息在海底,也时常通过泥沙隐藏,所以很容易对其他海洋生物造成伤害。 观察者还发现,这种生物在捕猎的过程中,连合到它们嘴里的东西都无法逃脱。 研究者还发现,这类生物属于雌雄同体,在这种生物的身上,不仅有卵巢,还有钢丸组织,它们的体长大约在50厘米,有着超大的胃部。 或许正是通过这样的一个组织,可以让这种云类储存更多的能量。 当这种生物捕猎了大量的进食之后,即便是在不需要进食的情况下,也会将这些食物储藏在外中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